王金平會同意黨階段嗎 王院長通常我看他對外的說法 都說尊重黨中央 真的 王院長是一個非常圓榮的人 他都不講自己的主張 他就說尊重黨中央 所以吳主席自己看著辦長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這次的初選 的確是遇到史上最難解的一個題 因為過去的國民黨 大概都是同俄 因為那個太陽是誰 會非常的明顯 然後過去是馬英九的時代 也沒有人敢出來跟他選 其實現在也有太陽 只是說這個問題卡在說 太陽很多的 他剛剛就在一個線 現在太陽卡在南方 我們現在有太陽 大太陽 小太陽 就是現在的情況比較複雜一點 基金月亮都一起出來了 對 所以導致說這個黨中央 當然他就想東想西 想很多方法 加上有可能黨主席自己本身也是 要來出來角逐的人 所以形勢就變得更複雜 但是無論如何 我認為明天的中常會 不太可能就一錘定音 這件事情不太可能 明天就馬上拍板 如果明天馬上拍板 那就可以馬上告訴大家 會是什麼 而且明天拍板的 如果不是七三比 變成是五五 你認為我們黨裡面的人 會同意嗎 就是說他的這個 有這個正當性嗎 改成五五還要再經過 黨代表大會同意 不用 他可以不用 他可以不用 但是他可以經得過民意的檢驗嗎 就是說你所有的改 而且就我所知 現在披露出來的 智庫根本不敢做成決議 智庫聰明了 智庫變聰明了 黨主席把這個難題交給智庫 智庫說我沒有做成決議 我就這樣子 又交還給黨主席 對 你自己看著辦 所以在看著辦的情況底下 明天的中常會 有沒有很快的就做出一個方案 我個人是沒有這麼的樂觀 所以顯然這件事情 可能還要有一些的討論 多方的討論 你覺得兩階段這個想法好嗎 我覺得兩階段的想法現在是 當然不只周錫瑋現場 神道爾都跳出來參議咖 他自己有兩階段 他的兩階段跟周錫瑋 兩階段不太一樣 他是說先把韓國瑜算進來之後 萬一柯P不選 韓國瑜就自動退 然後朱立倫出來選 他這個是五階段 所以你看各式 三階段 大家很有創意 所以我覺得也不是壞事 包括現在這個 周縣長他這樣子提 就是大家最後會整合出一個 那怎麼樣才合理 怎麼樣才公平 我覺得任何的機制到最後 你要想的是 他必須合理 他也必須公平 他也必須讓這一些 所有有意要角逐的人 心服口服 這是一個公平的制度 然後找出最強的人 要符合這些原則底下去做 不是說一個人一把號 然後自己提這個主案 就說我的是最棒的 大家都要照著我的意思 不照我的意思 你們這個就不行這樣子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的問題是什麼 國民黨的太陽 是不是只有韓國一個 還是說其他人想辦法把自己 光已經變弱之後 可以再變強 這個其實重點 朱立倫今天想了一個辦法 你覺得這個辦法 對他是有政邊幫助嗎 我覺得朱立倫 至少他達到一個目的 今天多久沒有談朱立倫了 今天其實政論節目有沒有 各大媒體 開始又在討論朱立倫了 朱立倫今天 成功的發光了 原則趕快去觀察他網路聲量 應該有穿聲 因為綠營不斷的攻擊他 然後連蘇貞昌院長都要出來 打他一把 這個策略某種程度是 見光度 曝光度是有拉高 所以現在就等黃崇燕了 對 然後接下來 我覺得朱市長的挑戰是說 其實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我跟各位看法不太一樣 我覺得他願意面對核四的問題 我個人是肯定的 因為這個是無論如何 你必須提出來的 相較於柯P 柯P敢提嗎 柯P躲去以色列 不然柯P回來大家在機場問他好了 你贊不贊成從啟何事 我跟你說 柯P從頭到尾 從當台北市長到現在 他對於能源的議題 都推給其他人 這一點 我覺得朱立倫至少他敢講出來說 如果他有機會當選 他的主張是這樣子 不管大家接不接受 後續要面對的是說 剛剛大家一直討論的 你為什麼前後立場不一的問題 他自己還要再一次的說明跟解釋 其實要當一個要角逐大位的人 你不要怕爭議 你不要怕質疑 你的重點是 你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本事說清楚 我覺得朱立倫現在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 剛剛源氏幫他講說 他之前都是在學習 所以沒有聲量 好 學習完畢了 現在該進入戰鬥模式了 學習 不能一直學習對不對 當一個總統候選人 總該現在要開始進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開始要往 要有聲量的這方面來推進了 所以國民黨的難題是 大家很喜歡韓國瑜 他覺得說應該是他來選總統 因為只有他才可以打敗柯P 朱立倫的課題是 他必須證明自己 他也可以打敗柯P 大家通通解套 大家也不會去擔心說 韓國瑜市長走了 陳其邁要來了 也是覺得怪怪 國民黨最好的戰法是說 有兩顆很強的太陽 我怎麼打我都贏 通通都沒有煩惱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市長 真的是必須加油 他今天這樣的一個議題 其實引發議論 引發爭議 引發民進黨的質疑 我就非常好 但是你的功課是 你必須把後續你的立場 為什麼會有一些改變 說清楚 而且未來可能不能再犯同樣的毛病 在好的時間點 你就要講你的立場 你要轉彎 要在好的時間點轉彎 太晚的時候 真的有時候會讓大家覺得 到底是為什麼 因為其實當時的 去年的以和洋律公投 就是他最好的時間點 當時黃世修他們不斷的 在講這個議題 包括馬前總統 包括張善政 他們在講這個議題的時候 事實上我覺得 當時的朱市長 他應該心裡比較有譜 在這件事情上 他怎麼樣在主張 就是開始慢慢去做一些 比較務實的調整 而且公投的民意一過之後 更是最好的時機 因為公投都告訴大家了 民意展現將近600萬的民眾 以和洋律的公投過了 大家覺得核能 還必須是選項的時候 你可以做適度的調整 如果大家去質疑說 2012年之後的那一些說法 包括到核四封城這段時間 其實大家坦白摸著良心想想看 那時候整個台灣社會是什麼情況 葡島事件發生 反核是主流 所有都反核 我也必須坦白講 國民黨立願黨團在那個時候 有誰贊成 就是要核四繼續存在 不可能 林義雄以死相逼 然後整個社會的氛圍 就是當時都是反核四 你說當時有哪一個政治人物 跳出來支持核四 要繼續蓋下去的 大概只有馬前總統是最堅持的 其他人都沒有人 要跟他站在一起 所以瘋存也是不得已 所以如果說當時的那個立場 要現在回過頭去挑戰 我也覺得大可不別 因為當時的社會就是這樣 但是去年我們的社會氛圍 已經轉向成 大家願意很務實的看待 核能的選項跟議題 這時候任何挑戰大位的人 你在你的核能的主張 講得清楚 明白 而且有論有據 我覺得非常好 朱立倫市長跟王敬平院長 都可以不同意 因為我用快問快答來 讓觀眾朋友瞭解 旁邊這位就是我們尊敬的 也是我們台中的下個 這是台南的下個 因為我們都台中人 江中常委 他要快問快答了 江啟成跟盧秀燕 根據國民黨的這個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提名辦法 第三條當中 應該就是剛剛秀琳姐講的 七成的民調 三成的黨員在這裡對不對 為什麼江啟成跟盧秀燕 最後是採用全民調 請問江啟成委員 我同意的 因為你同意 盧秀燕同意 對了 觀眾朋友 就這麼簡單 雙方合議 所以只要參加國民黨的初選 現在智庫在研議什麼5537 不重要 重點是參加國民黨的 總統初選的人 有提出個看法的時候 他就可以了 所以周期為講了半天 你只是在那邊講 狗廢火車沒有 他說我參加 我要參選 所以他成為那個參選人的時候 他就可以講說 我到時候提出這個意見 為什麼王院長講說這是假議題 因為就擺在這裡 選舉辦法 這個提名辦法就在這裡 所以當朱立倫市長要全民調 吳定義主席要55 我就是要37 沒有辦法就回到規矩 除非你再來處理 這種情況下 當然王金平院長覺得是假議題 同樣的道理 周期為他現在參選 他臨表登記以後 他說他要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朱立倫跟王金平院長 甚至是吳定義主席 當然可以說我不要 可是一旦不要 觀眾朋友就會出現一個問題了 就是所有期盼的韓國瑜出來選 或是所有希望 他們就會立刻唾棄這幾個人 他們就當場初選 直接就扣倒 摔死 就沒有了 所以他們等於被迫不能反對 好 現在問題回來了 這是韓國瑜條款嗎 這是徵召韓國瑜的巧門嗎 並不是 只要王金平 朱立倫 周錫瑋 吳敦義還有張亞中 羅志強等 任何一個人在6月底 要提名的時候 他是最強的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就沒有所謂第二階段問題 檯面上擺出來任何看 獨立參選人柯某某 民進黨參選人蔡某某 全部都沒有辦法贏國民黨的民調 或者是黨員加起來最高那個人 自然就提名了 如果不行的時候再拿來一看 一看當時到時候6月底 7月的時候韓國瑜 民調說不定只剩15% 誰知道 三個月變化很大 所以你不能把它當成是 韓國瑜的條款 這只是一個所謂 我要保留最強 你現在是在鼓勵大家打韓嗎 不是 我現在意思是說 我現在意思是說 因為我今天看到太多了 從早上我訪問他完以後 包含了一些的媒體 跟一些評論都 有人講說這是吳敦義叫 就放狗出來 就是叫周錫瑋去咬什麼 周錫瑋本人也接受很多的訪問 那我也問他 你這個意思是什麼 你是來亂的嗎 他說沒有 他說國民黨必須要保留 最強候選人的那一個可能性 這種方法就不會對初選人不公平 因為周錫瑋也好 王靜平也好 羅志強也好 吳敦義也好 羅志強也好 張亞中也好 只要你們在6月底夠強 自然沒有再評比一次的問題 而且只要你們到時候 要是不夠強 那也不一定是提名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當時6月 說不定也沒有那麼強 所以這是一個所謂兩階段 幫國民黨導到最強候選的方式 當然還是那一句 現在的你參選人們可以不要 按照黨來 但是問題你不要的話 很可能就會立刻被反噬 就是你沒有保憂 對 所以就這麼簡單 所以後續就看怎麼走 所以韓翰剛剛講的 那個前半段我完全同意 因為就是說 為什麼我一直講說 黨章應該是最大公約數 因為的確就是以這個公約數 然後大家要選的人來協調 不可能說我們訂好了比例 然後100%不能動 所以我一開始我早期我就一直呼籲說 要選的人趕快表態 趕快協調 因為這是一道失誠的問題 你只有趕快表態之後 黨中要設下一個失誠 失誠到了 你報名了 你就進來協調 遊戲規則怎麼走 大家講好了對外公佈 社會也覺得說這認同 可以 那就開始走初選 就這樣子 你在經過中常會 討論中討論系 我也不知道 這中常會的人又不選 對不對 針對要選是那些後選 對 沒錯 你要去改黨章 那是知識體大的事情 你要改到什麼時候 再過來所有黨章修改 特別是遊戲規則的修改 你總不能現在修改 然後你沒有日出條款 然後直接試用 這到時候又是一堆爭議 所以還是回到黨章 自己的驅 meal 會好吃 不是說成功有很好 你不 donut 你不要 今年 那個友又 沒到 Ồ 的 先